田老师应该知道 做了这么多年体育了 刚才咱们也聊了 干了十年体育了 而且今天咱们的话题 就是多次谈到了一个词 就是老将 应该说是老将在一个团队当中 他发挥的作用 应该是非常重的 对 咱们俗称这个船帮带 实际上每年的这个大型运动会 都是两个话题 我觉得就是新老交替的 新人希望是这个 我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 想把这个前浪拍在沙滩上 那么老将就是想证明自己 说姜还是老的辣 老苞米更香 所以整个人是围绕这个话题 展开这个各项比赛 但是在赛场当中 我觉得最感人的 还是这批老将他们的坚持 对 这种坚持和这种精神 应该说也是值得年轻人学习的 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都是值得我们的尊重 本节全运会的羽毛球赛场上 就有这样一批老将 为了全运会 他们仍然在坚持着 在十二运的羽毛球赛场上 除了有林丹 陈龙这样的名将之外 参赛名单上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熟悉 而有久违的名字 包括鲍春莱 陈金 王林 卢兰 杜静等等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表示过 也许十二运之后 他们将告别运动赛场 然而对这些老将来说 他们告别这里的方式 却各有不同 陈金 卢兰 王林 已经因为伤命退赛 剩下让我们关注的 只有鲍春莱和杜静 在九号的比赛中 鱼羊和杜静的组合 进入到了女双的第三轮 与上届山东全运会获得冠军时的巅峰状态不同 因为伤病 杜静已经离开赛场两年了 本次出赛不仅要面临与老搭档的磨合问题 还要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身体的伤病 在今天的比赛中 鱼羊和杜静开局发挥的非常出色 在决胜局中 杜静于阳曾经一度以20比17领先 但是在最后被对方连锥5分 不敌湖南组合 田青 包一新 止步四强 鲍春莱曾经是中国羽毛球男队的代表性人物 这也是鲍春莱第四次参加全运会 在十运会和十一运会当中 他都在男单决赛中不敌林单 如今再次站到全运赛场 鲍春莱坦言自己没有太多想法 男的跟他们这种高水平的打 这混双高水平的打 所以他们的速度强度很快 所以一开始跟他们打第一局 有一个多拍挡下来 我就跟下方说 我说我下子就累了 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挺累 但是我比他们更累 就感觉这一个多拍就打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 我到了后面就比分就一直 就落后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说觉得有一点遗憾 我想应该会打得很好 但是可能就是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吧 只要比赛就会有输赢 但是鲍春莱说 他将来会继续参与到 推广羽毛球运动的工作中去 虽然还要参与 接下来五至八名的排位赛 但是在他的心里 这已经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其实我不想那么伤感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我从一年开始 我宣布退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把自己的心态 已经放下来 只是觉得我这次又回来以后 我可能带着是一种 更多的是一种享受 或者说一种珍惜每一天的 这种比赛吧 每位运动员都有告别赛场的那一天 对于这些老项来说 他们参加拳议会 更多的是享受比赛的过程 而不是结果 我相信他们都是笑着离开的 当他们的运动生涯 羡慕的时候 等待他们的 将是另一段精彩的人生旅程 姚女羽毛球队的于洋和杜静 应该说是冠军级的老搭档 在这次比赛当中 应该说是惜败 但是仍然值得我们去尊重 他们的表现大会也看到了 还有就是包括他们在内 很多人都是 很多老项都舍在了这个伤病 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于洋和杜静 其实于洋现在状态很好 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羽毛球 最好的双打的这个女将 但是杜静呢 2011年就已经退役了 她身上伤病比较多 而且她的这个左宽关节 还做过手术 所以呢 我觉得这次比赛呢 其实尽管名头叫做奥运冠军组合 但是两个人呢 也是应该是好几年没有搭档了 九叔战阵 所以现在呢 再合在一起再比的话 杜静的这个伤病 以及两个人的配合 不如当年巅峰时候那么默契 对 输球也是比较正常 还有一点就是 于洋打了三场比赛 对 这些都是影响 强度比较大 影响那个最后结果的 嗯 是呢 作为老将的伤病 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 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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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